各位所有現場的大朋友小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曾國晨 我是KID 我是瑪莉亞 這次金營中這個製作的製播單位 實在是太抽熱鬧了 也太看好戲了 把我們三個入圍的人 直接上台來頒這個獎 到時候誰得獎誰沒得獎 那個表情多尷尬啊 跳得逃都沒地方逃 到時候我要從你們手上接過獎座 我一定不好意思的 是嗎 是 確定 所以看來不只入圍 入圍這件事情是非常實勁的 連的獎項揭曉都很實勁 對 沒錯 而且 陳哥 不只是我們三個在台上廝殺 底下有很多入圍的節目 也在等著跟我們一起 那當然啊 被你們這樣講 我整個人都緊張起來了 又要入圍又要頒獎 等一下如果我拿獎 我一定會很激動 也是有可能的 當然有 當然有 我可是背負著玩粉的期待的好嗎 我也是很激動的好不好 年輕人就是這樣子 情緒太容易起伏了 類似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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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譜啦 今年沒有得獎 明天可以再來嘛 入圍就是得獎啦 是不是 所以這個獎座肯定就是身外之物 難道沒有得獎節目就會停嗎 不會停嘛 誒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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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如果真的要比的話 我們台下玩很兇的 不是 玩很大的憲哥 玩很大 不要亂講話好不好 很大很大憲哥 才應該是死自民歸 你看他跟著我們年輕人上山下海 然後跟著我們就一起飛到世界趴趴走 是是是 就是 你看節目都請辭三次了 你看 什麼 請辭 對啊 憲哥這種事情不要亂講啊 你要說到做到啊 欸 厲害的是他每請一次加薪一次 請辭一次還加薪 好了好了 兩位不要吵了 龍小妹我提醒你們一句話 怎麼樣 小心半路殺出個陳咬金啊 什麼意思啊 別忘了還有另外兩個入圍的節目 準備生活 吃晚餐囉 唉唷 亦有所指